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思维严谨 具有客观的判断力 智商也比较高 第五人格游戏中的律师来历 因为游戏的剧情需要 他以一个反面角色出现 挑起了整个第五人格的主线故事 其实如果律师没有陷害场斩的污点的话 单从智力上来看 他算是第五人格的男求生者中智商值比较高的角色 而且对事业也充满了野心 好了 如果你喜欢这个角色 就记住他的生日吧 感谢观看